明星家教友都严格 一家三口吃饭 陈凯哥和陈红 面对面座在桌子两边 陈飞宇却一个人 站在墙角看着他们吃 直到陈凯哥开口 阿总请坐 陈飞宇才缓缓走 到了餐桌前 阿总 你自己拿筷子 加一块肉汁 因为没有安排他的座位 所以陈飞宇全程 都是跪在地上的 我不理解 这就是名门的规矩吗 江树莹考试 分数不到90 就会被爸爸用皮带打 我爸就10下 皮带用皮带抽10下 90分钟要抽10下 90分以下 同样比打得还要撒被拧 不然心情很好 然后我就开始唱歌 瞬间我就发现 我那一口饭都在墙上 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就一巴掌 然后就告诉 吃饭不能唱歌 不礼貌 学从小接受军事化管理 周末我是不睡懒觉的 他到点一定就差不多点 把你弄起了 每天就该干什么 到点 就是我像以前 我每天从 我记得六点半 开始跟我爷爷看 苏州新闻 七点钟开始看新联播 七点四时看焦点访谈 而董卿成功的背后 亦不可缺 也有一位严厉的父亲 进入高中就开始 每年的寒暑假 没有一年落落 对 一到放寒假 放暑假 别的孩子都开始过年 想怎么玩 我爸就先给我打电话 反正他是报社老总 你们那个宾馆要不要服务员 要不要清洁工 真的 我女儿免费来给你们打工